可是连婚书都让你写 我余今不安哪 那便能安一生 善待我一世 暗夜绝放走你娘后 你娘无处可去 想到了你爹和烈火山庄 这天下 唯有烈火山庄 能与暗和宫一绝高下 恐怕敢收容他的人 也只有你爹吧 你这院子倒大的很 房间里的陈设却很简陋 江湖人住不管好的房子 对了 姑娘 你衣服都湿了 快换上吧 快换上吧 穿湿衣服是要生病的 知道了 这是我跟一兄妾是借的衣服 姑娘如果不喜欢 明日我派人去买些新的 不必了 不必了 这件已经很好了 那就赶紧换上吧 你一个大男人站在这儿 我怎么换衣裳 原来如此 是我唐突了姑娘 湛大侠 你出去吧 好 姑娘请放心 这个院子是我的 没有我的吩咐 无人感激 你爹 从未怀疑过你娘是奸细 还对他尽心照料 如此善良的人 你娘又怎会不心动啊 这 我写的 我本想去请一位先生写 先生写的哪有我写的好 银子能省则省 日后退出江湖必有大用 可是连婚书都让你写 我余今不安哪 那便难安一生 善待我一世 你爹和你娘就是这么在一起的 那我爹还真是捡了个大便宜 可不是吗 你爹地 庄主来了 庄主 庄主 你看起来 像逝去的湛夫人 对 沈夫人 太香了 有两位伯伯的肯定 看来我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庄主 你这是 留个悬念 三位堂主 我准备动身去武林大会 这刀物侠名不正言不顺 庄主 你不能去 可是天下英雄豪杰 都汇聚在天下武道城 这是不争的事实 就算全天下人都去了 我们也不能去啊 老陵 听庄主说 如今我们在江湖哥门派当中 已经失去了威信 如果想要重新举办武林大会 响兵未能汇聚天下英雄 但是天下武道城就可以办到 他们只不过是 趁我们遭受重创 趁势而起而已 可是我现在需要这样一场大会 算清我和刀物侠之间的几笔旧账 在他的地盘 找他清算 庄主 你不怕吃亏 不怕 看庄主的样子 是早做了安排 好 大家准备准备 随庄主启程 不必 若是中卫与我一起同去 未免会心事动众 这样反而会让刀物侠起了疑心 中立无类堂主一人随我同去便可 是 请二位老堂主坐镇山庄 好 若我和中立堂主录于什么不测 老二位老堂主 老二位老堂主 重振山庄 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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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庄就暂且交给二位了 十二位老堂主 深爱 此后 优优优独播 三位